其實原本自己對球沒想過是刺名的 因為我們始終有信心的一開始 但是我們第一場就有一點輕敵 很放鬆了 所以在防守上面我們做得很慢 而那場我們都輸了給你的譜 我們之後的比賽也有調整 我們務求在回防上面一定要做到最好 就算我們攻不拿我們一定要手拿 希望在另外兩場比賽打回好成績 以及出道線 可以繼續打上去 其實Bear也有學住我們的 就是知道我們一有分數在手上 我們都會打得越來越放鬆 以為是很輕敵的 但是我們當被人超前 我們開始害怕的時候 我們再在防守上面 再加強知道我們有什麼錯 我們整隊球知道自己有什麼錯 我們就互相互補不足 然後我們在最後上面 我們手到之餘又攻得 他說你們記不記得第一場為什麼會輸 如果你們不想打的話就不如不要打 放了B去打 而這句話跟我們說 我們第一場輸過之後 我們這一場不可以再輸 因為我們一定要出線 教育息我們真的不可以輕敵 因為始終進來精英賽的 都是一些冠亞軍的球隊 我們不可以以食硬的姿態去跟對手說 或者跟自己說 所以我們的心態保持平衡 都是以平常心去面對 始終我們次名出線 主要對上我們ABC組的守命 其實我們都不是很想對 所以我們都想盡量對上一對次名 就算我們不可以守命出線 我們都可以次名打上八強 在八強上發揮好成勝 目標一定是先進入四強 始終我們上年打不到自己的賽 因為我們上年輸了 第一時間是放了四強 因為我們前年我還是一個小子 都有幫助朋友一起在四強打出去 很想再重返收到這個舞場 打好自己